監察院最近经常成为话题焦点 马一九总统昨天邀及五院院长座谈 監察院长王建轩主动提出建言 他重话批评立法院议事太没有效率 搁置了许多重大法案 国会变成腐败的民主 这番话今天立刻引起立委反扑 国民党团抨击王建轩 连自家的監察院都没有管好 民进党团更是扬言 要冻结監察院预算 马一九总统28号下午邀及五院院长座谈 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兄长过世请假 改由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代表出席 会中警察院长王建轩 以警察抓小偷的预言 暗讽卷入关说司法案的当事人 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民进党立院党团总招柯建民 王建轩还批评国会没效率 两岸服务贸易协这么重要的事 竟然在立法院放了四五个月 还没有办法审查 他还说我们的国会是腐败的民主 再这样下去 台湾会变成贫民窟 被暗喻是小偷的王金平表示 他不便置贫 社会质有公认 但立法院是民主国家 不可或缺的机关 国民党团则邀王建轩关号 自己监察院的事 民进党团则扬言要冻结监察院预算 监察院本身它也算是一个乱员 我说你是乱员的头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没有把监察院带领好 然后你来这个经常有的没有的讲一些 我认为那个实在是不是院长 该有的作为 王建轩在总统面前批评立法院 让立法院蓝绿党团都很不满 也让两个党团难得一致重炮 回批王建轩 记者综合报道